大家好 我是科畢都科畢都 我現在是台北北 今時間7月12號晚上7點12分 我們來看一下我昨天在群組發布的 我在昨天5點半的時候 下午5點半 我就發布了這個 EOS 4小時回彩確認 有1070位成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那個時候所做的 我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 在影片中明確的說到了 我在影片中都有明確講到接下來走勢是怎麼樣 回彩之後確認向上突破 然後後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EOS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昨天畫的線我都還留著 我們突破後到最高點有個13.68%的漲幅 非常感謝 如果各位有跟到至少可以賺個10% 應該不為過吧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些觀眾的這些評論 我們觀眾的這些評論 我歡迎大家可以跟所有網路上的大V博主做比較 我們這個頻道是最賺錢的比特幣中文頻道 歡迎比較 你們可以看一下留言 有哪一個頻道下面的留言都是賺錢的 都是好評的 大家歡迎比較 而且我建議你們可以加入我的群組 因為有最迅速最即時的這樣的資訊 而且呢 我也會把我的這些資訊呢 都放在這個YouTube上的PO文 所以大家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有朋友反映說這個 我的群組呢 因為會有其他新朋友加入嘛 所以會不斷跳出這個提醒的鈴聲 那我又想到一些其他的方法 我之後會再跟大家公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請問我這些下面的留言有辦法造假嗎 這都是真實真實的 最真實的績效 就是全網最真實的績效 大家可以歡迎查看我下方的留言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比特幣 我在比特幣呢 我昨天也是有發出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7月11號 1070個人可以幫我做這個見證 我在下午9點40分發布了這樣的一個 密切關注影片中提到的下降些行 來 我們看一下突破下降些行之後 我突破的時候我都會發這個訊息 來給你最即時的通知 歡迎大家跟網路上各位博主做比較 而且我的群都是免費的 免費送給大家 因為我們頻道創立的初衷是什麼 我們頻道創立的初衷就是 我們不希望大家賠錢 賠掉血汗錢 好 我們看一下 突破之後 如果你抓這波突破 你最高可以有一個2.35%的一個漲幅 不是很多啦 我承認不是很多 但是 你拿個1-2%應該也 不是什麼難事吧 是不是 而且呢 我們可以回來看一下 我們回來看一下喔 我們 我的群組裡面 所 一天可能就只有 提供大概 三四張圖 那我所做的這些 預測呢 這些分析 每一次都可以拿出來 給各位做見證 為什麼大家還不訂閱呢 現在就按下訂閱按鈕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行情分析 禁止發言 行情分析 群組連結在置頂留言 歐益交易所 交易隊齊全 加密貨幣延伸品交易量世界第二 點擊下方連結 獲得圈網最高20%手續費返現 好 那各位觀眾喔 我知道有些人 他們的群組一天發布十幾則二十幾則消息 然後就拿這個 中的那一則出來講 這樣別人怎麼知道要怎麼操作對不對 我的群組一天就是 三四則消息最多了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這麼的 輕鬆協議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回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以太幣的這個盤面喔 我在以太幣發現發現了一個 還蠻重要的一個型態喔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也就是在這裡啊 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 一小時級別的頭肩型態 那頸線是在藍色線嘛 藍色線這個地方 如果 如果我們有放量跌破 我們真的就會來到一個 更低的一個價位喔 那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來測量一下這個目標價格喔 如果我們把這個頸線 移到下方 像如此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我們的目標價格呢 大概在1980左右 而且我還發現一個四小時級別的頭肩 大家請隨我一起 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回到這個 這個比特幣喔 這個 我為大家整理的 紅色的上升三角形 我們跌破了之後 現在有沒有可能 它是在做一波回踩呢 也就是我們跌破嘛 從這裡跌破 應該要做空 我們在這裡賺了很多錢 記不記得 然後 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 沒有去測試 向下 其實對 這個對多君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消息喔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會很不希望 它去回踩做確認 最好是怎麼樣 最好是 它 在這裡做盤整盤整 然後 再繼續向上 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會把那個前面的 這個型態喔 給破壞掉 對我們 多君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上升血型喔 這個我有發布在我們群組 也有發布在我們頻道的社群 欸 我最近 迷上這個我們頻道的這個社群喔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我們這個頻道的這個社群呢 我都會 這個這個只有電腦版可以查詢 好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個社群喔 我會發布在這個 YouTube上 那我們一起再回到這個 比特幣的這個牌面 比特幣呢 我有為各位整理出來這個 一些紫色的 支撐阻力區間 而且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一個 上升血型 上升血型在教科書當中 是比較看跌的信號 而且我們接觸點也是不錯 接觸點也蠻多的 那我們跌破之後 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做空 是不是可以看到這樣的目標價格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紫色區間啊 會先得到一定的支撐 如果跌破的話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我們 大概在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區間喔 至少是在32500 這個區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一個 我們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這個以太坊我剛講的 這個大的這個頭肩形態 大家一定要好好關注一下這個形態 這個形態 我認為是接下來有可能 再爆賺一波 帶我們這個頻道的觀眾 爆賺一波的這個機會 好 我們在這邊看到一個頭肩形態嘛 好大的頭肩形態 而且這是怎麼樣 4小時級別的 4小時級別的頭肩形態 那如果呢 我們測量這個目標價格喔 我們真的可以得到一個 很低的目標價格 也就是他會來測試我們 我們比特幣的這個核心的這個支撐區間喔 大概像是 比特幣3萬這樣左右的區間 可能會來到一個 1830元到1730元這樣子的一個 支撐區間 大家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如果我們跌破頸線的話 我就一定會介入 如果我們跌破 如果我們確認有效跌破的話 我就會來介入這張空單喔 而且這個盈虧比呢 也是一定是相當不錯的 那有朋友問說這個 Matic 我是怎麼看的 我要講一下Matic好了 Matic呢 好 我們先來關注一下 Matic 欸不對 不是Matic 是ICP 不好意思 我們來關注一下這個ICP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大家一定要隨我 看回這個盤面喔 我們現在在這邊呢 ICP第一天在幣安上市的時候是 一千 是兩千 八百美金 真的是割了一波韭菜 割了一波韭菜 那大家可以看到喔 我所畫出來的這些線呢 它都有一個什麼樣的規律 大家有發現嗎 是不是 線的 線 越來越沒有那麼斜 越來越沒有那麼斜 對不對 我都有畫出不同的這個顏色 那 只要我們 突破這裡是不是就可以做多 突破這裡可以做多 突破這裡可以做多 突破這裡做多 做多 是不是 那一樣嘛 但是呢 我們現在 這條線已經越來越 沒有那麼斜了 所以你要突破這邊 再繼續做多的話 我們收益可能會越來越小 如果你看喔 我們按照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規則去操作 只要突破就做多 突破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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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拿到25% 54% 29% 16% 96%的一個收益喔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這個小週期級別 我們一樣是在一個 下降些行這樣子的 震盪趨勢 震盪趨勢 如果我們突破的話 我們接下來 會有一波漲幅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種韭菜幣 真的 大家還是少碰吧 不要被割韭菜 這種就是金魚拿來割韭菜 拿來割韭菜的 是不是 那我們有看到 我寫出了這個 我知道大家都 不喜歡微積分嘛 對不對 但是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 Δx分之Δy 它的絕對值喔 你會發現它的絕對值 是不是越來越小 它這個 很斜嘛 沒有那麼斜 然後越來越沒有那麼斜 到這邊它幾乎是躺平了 那 韭菜收割完 金魚收割完韭菜 它就走了嘛 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有朋友提到這個GRT GRT 它在這邊呢 是構築了一個很大的 頭肩形態喔 4小時 反向頭肩形態 那如果 在這裡突破景線的話 我們可以去做多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看這個 比特幣的臉色啦 你玩小幣的 比特幣 如果狀況不好的話 小幣也玩不太起來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為 這位觀眾喔 所畫出來的這個 支撐阻力互換的區間 我們首先要關注這裡喔 這個是核心的支撐阻力 大概是在 0.57到0.49 大概像是比特幣 3萬這樣子的 角色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1.3到1.17 大概像是比特幣 4萬2的這個角色 那在這裡呢 這裡還有一個支撐阻力 大概在1.69到1.66這個位置 那一樣嘛 我們操作的思路 都是跟以前一樣 只要我們可以站穩這裡 那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 下一個 支撐阻力互換的區間 那止损呢 就設在這個 直射下方一點點就好了 那我建議是玩現貨啦 盡量 小幣不要玩合約 小幣的這個 震幅太大了 是不是 我們還是要很 在意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 盈虧比啊 還有這個 可能的風險 可能的風險 可能的風險也是 相當重要的 相當重要的 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分析師呢 他就提出了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一個 五浪上升模型的一個結構 也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我們價格都是會 伸展收縮伸展收縮 我們第一波伸展是上漲 然後接下來我們是收縮 那再來呢 我們迎來了一波下跌 又伸展了 再來 我們又收縮 那接下來 依據五浪模型啊 我們是不是很有可能 迎來 第三浪的 這樣子的 主聲浪呢 那 這個是這位分析師的 觀點喔 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 最賺錢的 比特幣中文頻道 加密後不想請巨石消息 如果你不想錯過 下一個教育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接受我第一首的 精準分析 . 媽媽 你媽媽 大雅